师父您好 感官兴菩萨 我问一位童修问 她的女儿是1986年的牛 在医院工作以后 就得了精神的疾病 已经五年半了 这位童修 她为女儿念了700多张的小王子 但是女儿还是晚上睡不着觉 打这位童修骂她 有的时候还学狗叫 想问一下 还是要多少张小王子 学什么叫 学狗叫 我告诉你好吧 所以所有的人都听好了 如果你在医院里工作 或者在这种阴气很重的地方工作 要特别当心 因为这种地方最容易得灵性 实际上医院是灵性进出最多的地方 大家说生孩子是不是有投胎的 对不对 人死了是不是有灵胎 走的地方 实际上是医院 晚上是非常不好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到医院工作 晚上之夜班 非常容易吵祸 明白了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女孩子就是因为在医院工作 她可能想了一些不该想的东西 或者对某一件事情特别感兴趣 不要去看 那么可能会上升 上升之后 那么这个灵性就附在她的身体上 让她学狗叫了 让她学什么事情了 讲什么话了 这就是我们说灵性上升 明白吗 像这种并不是很厉害 实际上念个58张小房子就应该没事的 问题她就是长久以来 她不知道念这么多小房子 她时间越长越长越长 那么灵性在她时间身上越长的话 她就越来越不行了 明白吗 已经五年半了 五年半而且呢 她吃药了 对 她还进过精神病院 好了 这就是很麻烦的事情了 对她妈妈很偏僻 我告诉你 因为吃过药 它就不容易好 因为吃药 就是让你放了发呆 然后呢 脑子不响 时间长了 你就越来越呆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师傅她还要放生多少条鱼 再加两天条 不是放生鱼 叫她小房子要多 要多少 小房子再加 刚刚我说 58张再给她加87张 58加87 两波一定会改善 谢谢师傅 好吧 师傅在 她有个包团的特别吗 嗯 说话 父亲 呃 姓杨 慕依杨 光荣的荣 中华的华 梁荣华是吧 对 但 哎 你给她念了很多小房子了 一百多张 嗯 上去 在天上 谢谢师傅 我们师傅 我们都心意 好 好 好